大家好 本期视频的话 我们来看台这个神舟的战胜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的话我已经拆开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机器啊 这个老哥拿去他当地的这个维修店先拿去检测过了 然后说这个蓝桥跟这个显卡都坏掉了 然后跟他说这个机器没有维修价值 然后呢 我前面看了一下这个机器里面很多都没有装上啊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全部拆开了 他这个里面的连接线都没有接 这个电脑现在拆开了 我们现在来简单的通过电视一下看 据这个老哥说呢 他这个机器是怎么坏的 据这个老哥说这个机器啊 它是外接的一个显示器 然后在这个外接的过程中呢 突然听到这个电脑啪的一声 电脑就关机了 所以但是我们拆开以后发现这个蓝桥啊 跟这个显卡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 这个整个主板也没有维修过的痕迹啊 城市还是不错的 我们现在来通电试一下看 到底是什么问题 好了 我们现在来简单的通过电看一下 插上这个电源以后可以看到有待机0.01 这个待机并不高啊 我们按开关看一下 按了开关以后这个电流能上到0.1左右 但是就不再上升了 好 我们现在把电段开 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个主板 看一下这个蓝桥这边到底有没有短度 还有这个显卡 这个蓝桥芯片在这边 从表面上我们看这个蓝桥好像没啥问题啊 一般的像有些蓝桥如果短路的厉害的话 这个蓝桥的核心都有可能会烧黑掉 我们现在来测量一下啊 这边是 我们现在测量一下蓝桥上面的电容啊 这边这个小电容 我们现在测到这个电容现在已经是对地直接0.00了 可以看到啊 然后我们来测量一下它的旁边有一个供电电感 这应该是给蓝桥供电的 一幅供电 这边能测量到这个这个电感对地是0.00 那么说明这个蓝桥确实有可能坏掉了 我们再来测一下这个显卡 显卡在这边 显卡这边测到这个对地是001啊 它还是有一点阻值 并不是0.00 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焊盘这个啊 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对地 真正的对地是0.00啊 然后这个显卡是001 那么像这种状态啊 不一定就是这个显卡坏了 因为我们现在新款的这个显卡 包括这个CPU都是一样 它的对地值都是非常低 我们可以测量到这个CPU也是001啊 它这个CPU是一个i58400的 是一个i58400的CPU 所以呢 这个显卡 我们可以暂时先不管它啊 这个001有可能是正常的 我们现在重点的话 来看一下这个蓝桥 这个蓝桥的话 我们现在测量到这个上面的这个电容都是短路的 所以呢 这个蓝桥的话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我们看到这边 嗯 这个蓝桥供电这边有一个节点 我们把这个节点给它断 断开以后 我们再来测一下 看一下是蓝桥的问题 还是这个前面供电电路的问题 那这个节点已经焊开了 焊开了我们来量一下 我们先来量一下这个蓝桥这边啊 蓝桥这边可以测量到还是000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端 前面我们可以测量到这个供电这边是 对立是132 说明的话就是这个蓝桥这一块短路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蓝桥给它拆掉 我们来再看一下 好这个蓝桥我们现在已经拆掉了 已经拆掉了 好了这个蓝桥芯片我们现在已经拆掉了 接下来我们现在再来测量一下 看一下这边还短不短路啊 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我们前面量的这边是000 好我们现在测量到 这个节点我刚刚把它焊起来了啊 我们现在测量到这个节点就是138 那么说明的话就是这个蓝桥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蓝桥短路了 这个是这个蓝桥芯片 我们现在也可以单独来测量一下这个上面的电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面的焊盘没有短路啊 优先要保证下面的焊点没有短路 我们再去测量 只要有一个电容短路 那它就是坏的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些电容是没有短路的 好 好我们现在测量到这一个电容 这边是直接000的 说明像这种状态来 其实也是这个蓝桥坏的 因为这个蓝桥其实这里面它有很多模块的 它也就是说其中的一个模块里面已经短路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焊盘处理好 之后呢我们来换上一个新的蓝桥啊 这个新的蓝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呢 这也就是这么大 就这样了 我们来看看 我们现在把这个新的栏桥给它换上去 好了 现在这个栏桥我们现在已经换上了 我们现在再来测量一下 看一下这个栏桥的对地这个组织是多少 这个应该最多10到20左右 我们现在可以测量到对地是12 之前的话是直接000 好 我们现在简单的来装一下试下看 我们把CPU给它装上去 我们来通过电看一下能不能上电 擦上这个 擦上可乐电源以后可以看到待机正常 我们来按开关 按开关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指示灯已经亮了 这个电流已经上去了 电流已经上去了 这个第一次亮机可能会有点慢 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电流 看这个电流应该没啥问题 可以看到这个有跳变 有跳变 我们现在把这个散热器装上 我们来接个屏幕 好 我简单的拼装了一下 我们来通电看一下 开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屏幕亮不亮 这个第一次亮机的话速度会比较慢 我们稍微要多等一下 好 刚刚可以看到这个战神logo已经出来了 我们用这个外接键盘 试下USB都正常 我们再来重启 重启 我们进这个BIOS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进这个BIOS 可以看到这个机器的配置是 这个机器的配置是i58400 i58400 这个配置也没问题 说明这个机器 这个蓝桥确定是坏了 另外到这个独立显卡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个机器稍微的装一下 我们来进系统看一下 一般来说 这个独立显卡坏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好了 这个电脑我们花了点时间给它装起来了 我们现在再来开机试一下 现在它是插的外接电源 因为这个可调电源 等一下再测试这个性能的时候会带不起 可以看到战神logo都出来了 它这个键盘是一个多彩的键盘 它这个色彩是可以变的 好了 已经正常的进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独立显卡 在这个鼠标的右键 可以看到有这个英伟达的控制面板 说明的话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呢 我们平常这个电脑要外接这个设备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了 因为现在这些设备的话 很容易产生这个静电的 静电很容易击穿这些芯片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无线网卡有个探号 无线网卡有个探号 另外的话看一下这个显卡 显卡这边独立显卡是1050Ti 它这个机器是一个双显卡 CPU是i58400 这个是六线程 123456 这是六线程的 它这个上面有卢大师 我们来重点跑一下显卡 因为这个游戏本嘛 这个显卡是比较重要的 它这个原来显卡是跑了9万分啊 9万一 我们来跑一下看 我们能看到这个一开始这个FPS只能达到150 那么这个最高的话应该是接近278的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我们让它跑完看一下 这个电脑的话就是这个蓝桥的芯片 击穿掉了 就这个蓝桥的芯片 这个八代的芯片的话目前是比较贵的 而且呢这种芯片很容易买到这个坏的啊 买到一个坏的话 这个机器基本上就亏定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电脑平常在使用的时候 尽量要多注意 一定要注意防静电 这个静电这个电压还是比较高的 很容易击穿这些芯片 分数啊 跑了9万一 这个显卡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那么这个电脑的话 我们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期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